有一堆發飆往快 有特色是雞腿台 然後雞腿台站起來 就是算起來很好吃 繁忙的夜市 攤商老闆忙不停 好不容易有點空檔能喘息 得找點事情來紓壓 沒有看錯就是玩手機遊戲 遊戲戰鬥玩法 讓感情好的攤商老闆 有志一同組隊來對戰 對遊戲互相可以share 遊戲心得分享心得 然後一方面我們一起組隊起來 也可以去跟外面的人競技 對 就互相PK啊什麼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一方面這可以增進 我們本身在地攤商的感情 除了可以自己一個人玩的話 在我空下來的時候 在玩它的時候 它的上手度非常容易 然後也比較好升級 畢竟每天忙顧攤 沒太多的休閒時間 就連想跟朋友爬爬走來抓寶 也很難 還好 因為沒空出去抓 對啊 組隊戰鬥增進團隊感 線上對戰手遊 也成為夜市老闆的另類小確幸 為手遊市場開創新商機 三地新聞林文富宇春亞 台北報導 你打給點蒂樹